大家好,这次课呢,我们是主要学习一下这个利用什么呀 VBS编程的方法来操纵我们的Excel 因为在我们这个UFD测试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呀 新建或者是生成一些Excel的 然后呢,比方说我们写一些测试数据或者读一些测试数据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什么 这个VBS编程的方法来实现Excel的一些什么基本的操作 那么我们在这次课程当中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如何新建 并且什么,保存一个Excel 下次课呢,也是分两部分讲啊 下次课呢,是讲一下这个PanelExcel是不是存在 我们用FSO的方法来判断,对吧 如果存在,我们就怎么样,保存不存在就该怎么什么样子,对吧 所以说主要是什么,分两部分给大家讲啊 那么更常规或者是更比较这个深入一些的这个功能的话 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些VBA的一些数啊,或者关于Excel的一些高级这么应用方面的啊 那么咱们呢,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在UFD当中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方法 那么这个,因为VBS编程跟Excel的进行交互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调了什么呀 呃,VBS当中一个什么呀,Excel的对象啊 那么我们这里面的编程的话呢 是用VBSedit啊,就不在UFT当中直接操作了啊 到时候呢,我把它封装,封装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在UFT当中进行调用,我们来试一下啊 那么我们打开VBS变成这个功能 首先的话呢,跟之前学FSO是一样的 先定一些什么样对象 但是我们定一个Excel的APP啊 也就是Excel的什么application是不是 再定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 在这个Excel当中啊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会涉及到两个 一个是什么,叫工作书或者工作表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叫什么,叫seat啊 这个叫工作表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Excel本身啊 Ex,然后呢Work 一共有三个啊 一共有三个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创建这样的一个对象 ExcelAPP等于什么呢 CREATOBJCT啊 创建这么一个Excel的对象 那么Excel点什么APP LICATION是吧 好,Excel的APPlication 那么创建完了以后 大家看界面的右边自动呢 就多出了Excel的一些什么 相关的方法的一些都在这呢 好多啊,对不对 你如果需要用了 你自己直接调用就行了啊 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不是DIMM了 写出了是什么 是Set啊 创建嘛 对不对 然后呢再接下来 再什么 Set一个什么 呃 再Set一个什么 工作部啊 比方说我们的Ex Workbook 等于我们的什么呢 Ex L A PP 电 Workbook 电 Add 新建一个 对不对 然后呢 再Set一个什么呢 工作表 一个是工作部 一个是工作表 Ex 是Worksheet 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什么 Ex Excel什么Work什么 工作部里面的工作表 点Add 啊 先申建一个Excel的对象 然后呢 申建一个Excel工作部 然后呢 再申建一个什么 工作表 啊 那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工作表里面 可以什么 写数据了是吧 比方说我们在第一行 第一列 第一行 Sail是吗 单元格的意思 是不是 那么我们可以写 第一行 第一列 当然你也可以写什么 比方说 第一列我们一般都是A嘛 是吧 啊 是这里简便一点 就是第一行第一列 写了一个 什么样子 Hello Test 小路写这么一句话 好 写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能要保存 那这里面有个问题 就是 如果这个对象存在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点Save的方法 保存 也就是说这个Excel 如果存在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什么 点Save 保存 如果是不存在的话呢 我们用不了Save这种方法 如果不存在的话 新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什么 就得用Save Save as这种方法 Ex是什么呀 Work Book D S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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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用Save 用Save as Save 货带 XLS吧 货带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你新建完了以后 这里面需要注意的啊 整个过程操作完了以后 要把原来的一些对象 把它给干掉 你不能留着啊 留着的话到时候会站着支援 那导致支援的什么 不够用或者什么 耗着什么 相关的什么 系统支援 然后的话呢 要把这些东西都清除掉啊 把它这个对象就退掉了 然后呢 接下来什么 释放相应的什么 对象 那销毁相应的对象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就是把账上面这些都什么 都干掉就行了 App等于 我们先用下面的吧 Work什么 Sit等于什么 Nothin 一个个释放 对吧 SetEx Work Book 等于 Nothin 再来SetEx App 代表什么 Nothin 我都把它清除掉啊 好 那么我们运行一下看看 运行一下 看一看 那我之前说过啊 运行的是最好大家把360 或者其他的一些杀路软件 杀路软件都干掉啊 否则可能会有些影响 好 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C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Excel文件了 叫test 刚才写的test XLS 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里面显示的是不是hello test 对的吧 所以是我们利用Excel 变成的方法 可以实现什么 可以实现我们的Excel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这里面并没有利用QDP来做 而我们使用了什么 VBS变成的方法 那么如果说我想在这个Excel里面 这个UFD当中就调用它了 怎么办 那我们可以把它封装成一个什么 对象 那这个地方封装成一个对象 其实我 大家看一下网里面要传的 其实就俩吧 一个是我们的 可能要往里面生成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单元格的数据 还有一个就是存放的路径 但是单元格的数据一般的话 你不好去控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能往里面输很多东西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建议大家呢 可以做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只生成这样一个表 其他的呢 可以利用这个UFD本身的DataTable来操作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做呢 那相当于这一块我可以不要 对不对 这块我可以不要了 我只是生成一个空表 把它注视掉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把它写成一个场量 什么场量呢 比方说Excel的什么呀 Parse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它做一件事情 可是不需要它返回结构 可以说Sub是不是 Sub比方说我们的这个 New什么呀 New Excel 可以吧 甚至新的是不是 或者叫GEN吧 Generate是不是 GEN Excel 里面传参数 传什么参数 传我们的Excel的什么呀 Parse 对不对 好 中间这一段 N的什么呀 Sub就可以了 好 这一段 用Type键搞定 接下来你调用的时候呢 比方说GEN GEN Excel 空格 后面跟什么 跟对的路径嘛 比方说C盘的 TestA.xls 我们直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C盘会不会生成 这样的一个文件 对吧 可以的 对不对 打开看一下 里面是不是空的 是空了对不对 好 OK 没有问题 是吧 那么这样这样的一个函数就写了 那么我们如果是在UFD当中调用它呢 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句话就散戴了 好 保存 保存保存到我们的C盘假如说是就叫Genexcel Genexcel 搞定 保存 关闭掉 那么我们在UFD当中引用它 我们来看一下 无所谓这个查件 那么我们把它和上面两个吧 看一下这 这个UFD当中调用我们刚才这个Excel的生成函数 就原来的那也可以 这个不行 刚才是那个什么的 是web模式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里面把它换掉了 没关系的 运件一个 好 我们调用的设置 EXEC 什么呀 utefile 是不是 好 C盘的那个叫Genexcel.vbs 然后的话呢 写它的什么函数的名称 应该是什么 用call是不是 也可以是吧 还有一种我们直接生成试一下 Genexcel 好 我们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执行一下 看看效果 执行完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C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文件产生了 Test b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没有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利用 vbs编程把常规的用到的一些函数 或者用到的一些这个方法之类的呢 都封装好了以后 在我们的什么ufd上直接调用就可以了啊 那么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利用我们这个 vbs编程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什么 Excel的一个基本的操作啊 Excel的一个操作 那么我们来实在看一下啊 就是这一段代码啊 就是这一段代码啊 给大家写个注释吧 把这个注释给大家加上 这个地方是定义什么呀 Excel工作部 生成或者是什么 创建一个什么Excel什么呀 对象 或者是实力化吧 我们可以这么去说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是新生 一个工作部 那这个地方是什么 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呢 保存啊 保存Excel文件 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是原来就不存在 如果原来不存在 原来存在吧 则使用 则使用 save方法 进行保存 如果是新建 则使用 save方法 关闭 关闭 工作部 对象 退出 退出 释放 释放销毁 相关资源 好 所以给大家做了个注释 能看得清楚一些 然后呢 我把它封锁成是一个save过程 没有函数返回结构的 没有函数返回结构的 那这个的话是实际上是利用微元 是编程的方法实现了一个Excel 实现一个Excel的操作 那么如果说呢 你想判断一下Excel是不是存在 如果存在 我们就save的方法 如果不存在就save as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使用FSO的编程的方法实现 那这个呢 我们再下次再给大家讲一下 也就是使我们的脚本设计的什么 更有健壮性 是吧 比方说你这里面的话 你也不知道原来文件存不存现 你到底用save还是s 你搞不清楚了 是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如果说加上了文件 是否存在的判断了 脚本什么 执行的时候会更好一些 是吧 OK 那咱们这次课就讲到这边 下次课呢 我们讲一下这一个 利用FSO编程来判断Excel 是不是存在 等等相关的一些业部逻辑 那咱们下次课再见 谢谢各位